第三节,你是想玩死我是吧? 他这样问苍天,声色苍凉,春蕾想动,雨点稀稀利利地落下,神力费力地撑起身子想去找个避雨的地方。 一转头,却见那个轻衣白长的男子背着背篓站在河堤岸上,四目相接,沈黎一时间尽情不自禁地有些感动。 就像在地狱十八层走过一遭,恍然间又见到了阳光下的小黄花那般被抚慰了心灵。 尽管低上那人远胜小黄花,尽管这一人一击的对视,让画面不大为美。 隔着越发朦胧的雨幕,行云盯了一身尘土的身理许久,书弟埋下头不厚道的眼唇笑了起来。 这,这绝对是嘲笑。 笨鸡,行云如是嘀咕着,却从背后的篓子里拿出了一把油纸扇撑开,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向神力走来。 神力已无力逃跑,也无心逃跑了。 虽不知这行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,但对现在的神力来说,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炖了,在行云这里,他好歹死前能吃点好的。 油纸扇在头顶撑出一片晴朗,咯咯搭,我还以为你跑了就不会回来,原来,你竟是在这里来等我归家吗? 神力搭拉着脑袋不理他,行云不嫌脏地将他拎起来放进自己的背楼里,你还真是本事,区区半天时间竟能将自己弄得如此狼狈,好功夫。 哦,走你的路吧。 神力忍不住呵斥道,哦,废话真多。 行云闷笑,不再开口,一把纸扇将头上的雨水遮挡完全,没有一滴落在神力光溜溜的身上。 累了大半天,神力跟着他被搂颠簸的弧度,没一会儿就睡着了,然而没睡多久,便被一股凉意唤醒,他下意识地浑身一抽,爪子一伸,张嘴就要咬人。 你这肉鸡,好生彪悍。 行云拿着瓢,微微往后退了一步。 神力甩了甩两个肉翅上的水,戒备地瞪着他,坐肾。 能坐肾。 行云笑着问他,你脏得和土里刚挖出来的东西没两样,我帮你和他们都一起洗洗干净,不然,你还是比较喜欢去池塘细水。 神力往旁边一瞅,发现自己正与一堆野山餐待在大木盆里,他用爪子刨了刨土疙瘩一样的山餐。 行云一把抓住他的爪子道,轻点,破了像卖不上架。 你,卖的是这种餐? 不然是哪种? 行云将他爪子拉住,用一旁的丝瓜网搓了搓,洗干净后,又抓住了另外一只。 仿似想到了什么,他动作一顿,笑眯眯地望着神力,你以为是哪种? 过近的距离,太美的面容让神力心跳疏地落了一拍,看着行云唇边的笑容,静一时有种被调戏了的感觉。 避仓王恼羞成怒,一声大喝,放肆。 奸惠往前一戳,静止啄在行云的鼻头上,行云毫无防备,被戳得往后一仰,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,捂着鼻子,好天没抬起头来。 神力心中本还存着一股恼怒的气,但见行云一直垂着头,他又琢磨着是不是自己下嘴重了,要把他戳出个好歹来该如何是好。 而且,他要是要对付现在的自己,神力漠然。 正茫然之际,行云的肩却微微颤动起来。 神力莫名其妙地看他,竟听他笑了出来,神力愈发愕然,他的会有毒吗? 这是把他着傻了? 行云放下手,顶着红肿的鼻头,不怕死地走过来,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,好功夫啊! 他半点不弃,拿了丝瓜网,继续在一旁刷山餐。 神力奇怪地在木盆里坐下,第一次这么看不懂一个人。 笨鸡,伴着这声轻呼,神力一抬头,一团湿答答的泥团,啪甩了他一脸。 泥浆流下,堵住了神力不大的鼻孔,他忙张嘴呼吸,但泥沙又钻进了嘴里,神力咳得在盆里打滚。 行云继续坦然地洗山餐,这家伙,这家伙就是一个小孩啊,报复心超重的小屁孩啊。 神力决定在行云家里暂住了下来,原因有二。 其一,在这里,他的体力恢复得极快,不过两三日时间,墨芳在他身上留下的伤对他的行动全然没了影响。 其二,他不想被人逮着盾了,让神力愁的是,自己法力不知何时能恢复,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人生,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,也不知道魔戒追兵什么时候会赶来。 不过好在天上的时间总比人间过得快,为他赢得了不少时间。 吃饭了,行云在屋里一声呼唤,神力蹦跶到饭桌边上坐着。 神力认定是行云做的食物让他体力恢复得如此快,所以每日都将他做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,只是,为什么又是馒头? 神力盯着面前盘里的食物,不满地用爪子敲了敲盘盐。 再好吃的东西,天天吃也足以令人腻味。 最重要的是,他想开婚啊。 不好吃吗? 好吃,但我想吃肉。 没钱。 过于果断的两个字让神力一正,抬头望着同样在啃馒头的行云,上上下下打亮了他一眼,偶尔吃顿肉都不行吗? 你看起来虽不像有钱的样子,但也不该很穷吧。 行云坦然一笑,我很穷啊,奈何气质太好。 虽然这话听起来令人不大舒爽,但他说的也算事实。 神力一扭头,望着他晒在院子里的山深道,你卖的那些野山餐呢? 这应该能赚不少钱吧? 与药铺老板换成药了。 他这话说的轻描淡写,好似对自己的病并不在乎。 神力却听得一愣,夜如了半晌,没敢说更多的话,只沉默地埋头吃馒头。 半夜的时候,神力估摸着行云睡着了,大半夜,借着月华的光在院子里凝了许久的内膝,然后伸出爪子往跟前的白石上一点。 白石上金光一闪,仿似便做了黄金,但不过一瞬的时间,光滑散去,那依旧是普通石头一块。 神力一声窥叹,果然还是不行吗? 体内气息空荡荡的,连简简单单一个点石成金的法术都做不到。 他有些颓然地在石头旁坐下,这样的无奈倒是第一次在生命中体会到。 神力往黑漆漆的屋里望了望,叶峰将屋子里的药箱带了些许出来,神力两只翅膀扑上了两下,再次鼓足了劲站起来,继续仰头像月光,凝神摒弃。 这个行云也算是对他有恩,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他也是知道的,只是神力虽为王也,但行的却是五直,杀敌对战在行,救人治病却不行,既然治不了这病秧子,那就让他在有生之年过上更好的日子吧。 神力深深呼吸,将月华之气吸纳入体,他俯身清灼白石,光滑一盛,神力一睁眼,看见白石之中金光不停地窜动,但最后仍是消失无际。 他心中一怒,狠狠地蹬了白石一脚,没用的东西。 话音未落,他爪子一拳,一声痛呼,好痛。 单着脚蹦大了两圈,神力怒是白石,喝骂完石,末了又往石头跟前一站,继续施作点石成金之法。 只是全心全意铺在一颗石头上的神力不知道,在小屋漆黑的门后,有一双眼睛,一直带着笑意,将他的举动收进眼底。 在神力不知第几次失败之后,轻衣一摆一幅,转身入了礼屋。 行云在柜子里翻了翻,摸出十来个铜板,颠量了两下,明日去买二两肉吧。 神力吸了一夜的月华,无果。 早上眉睛打彩地把脑袋搭在石头上睡觉,却恍然听见院门打开的声音。 他精神一震,跑到前院,见行云正要出门,没有背背楼,也没有拿包袱。 他奇怪,你今天不卖餐?餐还在晒着呢。 行云矮身拍了拍神力的脑袋,我出去买点东西,乖乖看家啊。 我也去,等等。 神力扭身便往后院跑,将昨夜未点画成功的那块丸石往嘴里一叼,又蹦跶着跑回来,含糊不清地说,走吧。 他觉着,既然月之精华不管用,那干脆试试日之精华,他若是点试成金成功了,正好可以买点好东西回来。 行云瞅着他嘴里叼的那块石头,愣了一瞬,没有多问别的,只笑道,你是要如何与我出门呢? 急事人多,走散了,回头指不定你就变成一锅汤了。 不如,我套绳子在你脖子上,牵着你走,可好。 神力文言大怒,放肆。 他两只翅膀扑扇都不停,我陪你,去急事是好意,出于感激,自然是要你抱着本,抱着我。 快点,抱起来。 看着神力伸开的两只肉翅,行云争中了半赏,而后书弟一笑,竟还真的弯下腰,将神力抱了起来,任由让他在怀里乱蹭了许久,终是找了舒服的姿势趴好,然后吩咐道,走路小心点啊,别太颠。 行云轻笑,是,都听机的。 神力一路是法中未果,行云也不管他折腾出什么动静,都只坦然地走自己的路,待得行至极势,老远便听见卖肉的,在喊今日的肉架。 行云一琢磨,不成,肉又涨了,二两买不起,这鸡胃大,铁定吃不饱,回头还得嘀咕,更不知要把这石头戳到哪年哪月去。 正事时,呼闻旁边有人道,哎,算富贵十个铜板。 行云扭头一看,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举着一张算命帆子,打着半仙的招牌,正捏着另一个人的手,在滔滔不绝地说着。 从此十字文来看,是大吉之相,公子近来有福,行云磨了一会儿,忽然举不上前,这位兄台。 他静止将话插了进去,今日午时,你家中会有火情,若此时不归家,将来必报大汉。 此话一出,算命的和青年男子皆是一愣,连神力也从他怀里,抬头不解地望他。 算命的最先反应过来,他们一皱,坏脾气道,胡说什么呢? 去去,别乱了这位公子的福气。 是否胡说公子,回家一看便知。 行云淡淡笑着,今日下午,我还在此处等候公子。 青年男子寄来算命,本就是信奉此道之人,见他说得如此笃定,心中难免打鼓。 犹豫了半晌,终于从算命的手里,将手抽了回来,急不往家里走去。 神力用赤尖轻轻戳了戳他的手臂,你骗人呢这是? 别闹。 行云摸了摸他的脑袋,这是关乎二两肉的事呢? 行云话音未落,算命的忽然将藩子一扔怒道。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? 行归懂不懂啊? 有你这么坏人生意的吗? 面对对方的愤怒,行云出离的淡定,并不是抢你生意,我说的都是实话,你若不信,大可在此等之下午。 若我的话应验了,你便心甘情愿地将他方才给你算命的钱给我。 哈,你和我杠上了是吧? 啊,好,算命的赌咒发誓一般道,我王半仙在行里混了这么久,我就还不信你了。 等就等,回头那小子要是不回来或是你没说准,你,他将行云一打亮,你就将那只肉鸡给我。 神力一怒,翅膀灯是炸开,还没吭声,便被行云轻轻按了回去。 安心,我在这里,没人抢得走你。 不知他话里有什么奇异的力量,向来都冲在最前面的神里,竟奇迹般地被安抚下来,竟选择了,好吧,就先相信你,这种选项。 是因为,之前都一直被他保护着吗?被这么一个弱小的凡人保护着。 感谢观看